逛景点还是有点累的 走了一段时间 现在到中午时间了 中午我在广东 从来不用担心吃什么 因为太多的特色美食了 今天又吃啥 今天去吃烧腊 吃鸭 吃鸭 陈皮烧鸭 我在广东还没有吃过鸭 我只吃过烧腊里面的鸭 我还没怎么吃 走 赶紧去 先吃饱再说 你看他们这个广场中间 就是一个陈皮的一个形状 每天来陈皮村的车还是挺多的 哇 没得挺快的一样 看看有没有得挺 我们又进来了陈皮村 一进陈皮村一股浓浓的陈皮味 就闻到了 这里 这里建的还是蛮漂亮的 走到一个苍郎去找吃的 在这个 居在这个陈皮村 就是一家比较大的一个沙拉店了 他们是做鹅的 我们去尝一尝 每天吃一些不同的东西 也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又是百年建的 百年传承的 承接五代 哇 好多人里面 哇 现在已经一点多钟了 还是有好多人 生意真好 好多人好多人 好 找个位置先坐一下 哇 人好热闹啊 这边 看一下这边的菜啊 这边感觉就是挺市井的 价格感觉比我们昨天还便宜一点 还有一个豆腐 我们两个人就吃这个 面做主食 其他的都算小菜 还有这个陈皮煮饮料 刚在外面看到这个有陈皮煮饮料 来一点 对吧 拿一瓶尝尝 哇 又是陈皮一餐呢 这皮还是很脆的 感觉全部都是肉 哇 耳肉的感觉和鸭和鸡的 还是不一样的 对啊 它们也稍微的老一点 嗯 没那么嫩字了 对 我觉得这个烧腊吃的就是皮 皮是挺酥的 对啊 这个皮就是 就跟烤鸭脆皮一样的 嗯 哇 尝尝这个陈皮煮饮料 五块钱一瓶 我会更喜欢苹果醋多一点 对 它这个味道呢会 呃 陈皮的味道是很浓的 嗯 就是陈皮水嘛 嗯 陈皮水给它加工了一下 嗯 哇 就跟酸梅汤很像 对 有没有 比酸梅汤还要再酸一点 这个陈皮排骨啊 它是做成这个蜜脂沙烧啊 它的每一块排骨啊 都是选择那种嫩嫩的那种 哇 蜜鱼不喜欢吃 蜜鱼不怎么喜欢吃沙烧的 但是吃到这个以后啊 发现 是不是还蛮好吃的 对 嘿嘿 我本来不喜欢吃 是吧 这样到这个做的还可以 对 这里面一个肉啊 啊 特别的嫩 你知道吗 特别的嫩 再配上这个本地的辣椒酱 人家是不沾辣椒酱 是吧 我觉得可以吃啊 这个烧辣给它摆也尝尝吧 味道不是特别重 好 那来洗一洗 给它带回去 到这里洗一洗 让大白眼尝尝广东的烧辣 这里面都是脆骨 没事可以直接给它吃了 这还有块鹅 这个鹅 吃这个肉啊 感觉这个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这个幸福感也是蛮强的 哎呦 干打嗝 好饱 不过我现在对于这种陈皮做的菜感觉 感觉想到就会有点有点饭水 就是因为陈皮它那个有点酸 酸 对 这个经常吃我感觉还是不行 反正我现在想到的话 我也是有点就是饭水 不过说呢 如果是搭配陈皮搭配其他东西的话 的确是解腻啊 刚刚吃这个烧辣呀 其实也不会太上火 因为它有陈皮嘛 对对对 大白 看一下大白在干嘛 大白 大白 一叫他一口头一露 好搞笑 好看 哦呦 放狗下来喽 放狗了 哦 你看 不能抢了 给它带刺 它就好兴奋的 好 不能抢的 吃吧 哎呦 你看 哎呦 嚼一嚼 哇 放冬烧烂 阿白 吃了不要上火啊 大白 哎呦 吃完买个菌银花给你吃 嗯 哎 慢慢嚼 这脆骨 哎呦 它怎么不嚼的呀 哎呦 都不嚼的 我发现了 大白吃到喜欢吃的东西 它就是一口吞的 你看 它一口吞 我看它吃青菜 它都要细嚼慢烟的 因为它不好吃 哎呦 嚼一下 姐妹姐 大白就嚼了 已经嚼了好几下的 哎呦 哈哈 嚼一嚼 嚼一嚼 好不好 哈哈哈 哎呦 吃的好吃的 不嚼的 好了 大白吃肉跟你有多一比呀 那必须的 大白也算是尝过这个广东的烧辣了 喝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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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过水 过过水 降火 降火 大白这个健兮兮的 这个城壁城的对面啊 就是这个茶坑村 茶坑村也是一个美丽乡村的 然后呢 两起超故居啊 也是在这边 吃完饭呢 我们到对面去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美丽乡村 这边村子里啊 弄的还是比较干净整洁的 墙上啊 都有这些墙垮 嗯 比较有这个意境啊 哇 下面 广东这里也挺多小巷子的 一弄一弄的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 两起超故居啊 啊 我们打算进去参观一下 进来就看到了 两起超的一个雕像啊 两起超呢 也是啊 他是康有为的徒弟 是参加的那个户须变法啊 我们就来参观一下 他的故居吧 呃 他们这边的 这边是一个洋楼的一个设计啊 这以前的小洋楼啊 真漂亮 进来看一下 这些多银色的银色 在这个纪念馆里参观了一下 我们就出来了 啊 里面讲了一些很多啊 学术以前的学术思想 还有民国时期的一些事情 我们也是算先了解一下这个背景 然后呢 再来逛这个故居 这是以前两起超住的地方啊 这边是一个房院 一进门呢 一进门呢 在这个右边就有一个厨房 厨房 看一下啊 这是以前的厨房 门口这边呢 有一个共份啊 一般在广东这边啊 就是我发现了就是很多都会动一个这个东西 戴神的 进门的右边是主店 会客厅 会客厅 会客厅啊 主店会客厅 以前会客厅 你看上面 以前都是这样的 这种床以前有没有睡过 没有 因为他们距离我们这个线 距离我们时期是说不是菜场 也就几十年的时间嘛 嗯 这种床的话老一辈的会有 对 我小时候也睡过像这样的床 在我很小的时候 挂完那个纪念馆出来了啊 然后呢 哎 出来发现这里有个菜场 这里卖香蕉的 这个给钱就干了 那我不用 哇 没遇到这边又不得了了 看这么多水果 四块钱一新的橙子 哈哈 三缸 三缸 连江红橙 连江红橙吗 哈哈 大黄橙 这么大的大黄橙 这边的橙子啊 这个是拿着 拿这个皮来晒的那个 不是 肯定不是 哈哈 但是干 这是橙 哦 我都知道 大黄橙这么大 买呗 买了好多水果啊 买鱼到那个水果菜场就忍不住啊 最主要是 他那个村里面的菜场啊 这个水果就是很新鲜啊 嗯 很新鲜 然后呢 价格也便宜 我们车里 现在有最少10种水果 你看你看 买一道广东 但我们每样都不买多啊 你看 对对对 每样都不买多啊 嗯 对 哇 我们这一逛呢 然后这个时间马上要天黑了 今天我们就要离开这个陈皮村了 幸会这个陈皮这里啊 还是可以逛一逛的 还是有比较多的特色的吧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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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吃啊 要不要 不要啊 你打开来嘛 不是肉 哎呦 我的香蕉 你看 你只要一打开来 我要肉 吃了 香蕉 吃不吃了 不吃我吃了 哈哈 不是特别熟啊 给它吃一半嘛 嗯 多吃香蕉 你咋啥都吃了 你看吃香蕉 它就嚼两嚼 发现没 吃肉就不嚼 嗯 吃肉咱们这里嚼 它又平平那个味儿 你知道吧 好了 大家在这边活动两分钟 我把上面 把上面收拾一下 我们就准备出发吧